我感觉到非常遗憾 在这次所宣布的预算案 那又没有公布 在这个建十六间滑小 这个十间新滑小 而六间从其他州移下来的滑小 没有公布说 它的建筑费全是由联邦政府支柱 为什么联邦政府不能够破款 来建这些滑小 反而我看到报导说 还说马华领袖要寻回全国 来跟华社筹款 来建滑小 这个是令到我非解 主要是因为如果你看印度国大党 可以争取更多破款给印度社会 当然我们也没有要求说 马华能够争取更多 但是最少最基本的 这些欠销的破款应该由联邦政府出 而不是由华社再次兼钱来建这些滑小 所以这一次 这回好像马华在争取破款给华社 还赎给印度国大党 而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也是感觉到不满 为什么在这十六间所公布的新华小 冰城一间也没有 冰州是华裔最多的州属 冰州也是马来西亚唯一的州属有华裔的首席部长 如果是不要给我们多一间也够了 但是一间他也不给 所以如果是十六间他可以增加多一间 再多一间给冰州 为了符合人民要滑小的需求 这个他们 这个是冰州华社所要求的基本权力 联邦政府应该做的本分 所以刚才我有去问这个张胜文副载部长 问为什么从技打赔财滑小 不能够搬去冰城 因为之前他们之前在冰州 已经有做出申请的要求 尽管是赔财滑小 已经停课 停业了 而且董事部也是同意搬去冰城 过后他们也是有去见张胜文副载部长 而且张胜文也是写一封信 白纸黑字写一封信 给教育部长支持他们的要求而申请 从技打搬去冰城 但是看起来好像他的信根本没有效力 刚才我在跟他了解的时候 他说我只是写信不了 最终还是由这些官员做决定 所以我说你是一个副部长 如果你写信建议支持他们的申请 你应该能够押这些官员 不然的话你做副部长来干嘛 你根本是一个花瓶罢了 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是做一个官员 我写信的时候 只是官员或者是我们 在我们的狮小 我们要进行一个政策 他们一定要听的 不然的话你做什么 领袖 所以我现在是要讨回说 最少一间花瓶给冰州 好 赔财已经搬去柔佛州 我们不要动 我们认为说应该批准多一间给冰州 第一方面冰州政府能够找 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还是强调 建筑费应该是由联邦政府支柱的 不是单单在冰州 我们要求一间的花瓶 但是所有的十六间 不要再向华社开导 不要再向华社开导 应该由联邦政府出钱来证明 这个不只是一个大选的选部 为了筹备大选给派糖果 我们要他真正落实 不然的话我真的是质疑 是否他们会实现这个诺言 不要好像承认同考一样 讲什么最后一里路就被承认 到今天这个最后一里路 到今天还走不完 永远好像走不完 所以我们不要看同样的情况 我希望在建筑律间划小 我恐怕大选一过 恐怕有可能这个就不了了之 这个诺言就不了了之 然后花而不适的宣布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表示失望 哪里没有宣布 由联邦政府出钱到晚 应该是由联邦政府出的 我看到的那里有什么事 但是我只能帮到 那里有什么事 这是一桃子